大家好我是乾田 今天跟各位分享這個天堂N呢 89到90還有90到91 會有什麼獎勵 還有89到90我要練多久 跟各位分享一下 因為我快90了 所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基本上如果你是正常不會被亂的情況下 像我的肌體 像我的肌體 大概210公斤 吃戰捲 可是我是最近才合到晶片 前期是用紙片在練 紙片是沒有覺醒的 然後晶商大約210 210因為晶片沒有加在面板 210公斤 這樣一天大概平均會有 如果沒有被亂的話 都正常都沒有被亂 全部都沒有被亂 日月的情況平均是0.5% 所以0.5%計算下來 89到90需要200天 200天 然後我們來看我花了幾天 來從過去的直播 過去的直播 大概在11個月前 11個月前 我是88.98% 88.98% 那當時的防禦值 228 然後現在大概280幾 變化極大 大概這樣初估算下來大概11到12個月 這個時間 中間有太多不穩定的因素 所以我 大概練了快12個月 快12個月 也就是大概一年 就是你有大概200公斤 210公斤 然後是個子變 大概需要練個一年 綠月的狀態下 就是中間有很 會被亂啊 什麼的 很多因素 很多因素 一天大概練16個小時 到14 14到16個小時 然後 本來以為這個 不可能一年就練到90 那這個蠻出乎意料之外的 以前 以前估算甚至 估算到要5年到10年以上 那 因為 很多地圖的開放啊 加上經驗值的套裝啊 或是什麼的 慢慢的就縮短了 慢慢的就縮短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升級有什麼好處 升級有什麼好處 像有一些人會覺得 玩分身流 比較好 那我個人是 我個人是喜歡練本尊 一直練一直練 因為他本尊 每到一個程度啊 一個%數 都有一個成就獎勵 所以其實練本尊 然後分身不要花太多時間 這種玩法是大部分 的人的玩法 那無課的話 就要專注於分身流 那90等以下 我們就不說明了 這可能大家都知道 89等 就25% 會發一個 會送黃變黃蛙 兼之者指南 一瓦的果實 然後獎勵能力1 主要看90等以後 90等會送一個屠龍者 然後這張卡片我們不能轉卡 然後會送一個金飾品 金飾品的 金飾品的數值是防腐 昏命10% 昏抗6%死亡交物 所以這個練等級啊 你只要練到一定的成就 獎勵領到以後 你就是大提升了 他還可以獲得 獲得新的盾牌 新的這個 把這個盾牌升級呢 本來這個是 PVP剪扁加3嘛 然後新的盾牌 頂級屁股的話 會變成加5 所以你的PVP減傷 也會提升 所以升級 好處多多 不要小看他 好處多多 然後90等之後呢 就是每10%頂一次獎勵 一樣也是 變身娃娃各一張 然後神話憑證兩個 所以90等10%到90等的90% 會得到18個神話憑證 那我們再回到遊戲來 神話憑證呢 那更不得了 他可以加很多 你平常 得不到的數值 而且都很強 大部分是 很難取得的PVP的數值 比如說無視聖戒 無視減傷 無視 無視減免 這種的 都是相當強的 屬性 比如說 比較建議就是先填 無視聖戒戒 近戰 無視聖戒戒 這個總共要12345678 法科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無視減傷 基本上你練到91可以把這兩個填滿 這樣你打人就會痛了 好痛 那這個負重我是覺得可以不用填 然後第 第三個就是填昏命吧 我會這樣填 第四個填移樹 這樣填 好我們再填 再來回到那個看那個獎勵 然後 再過來就是 就是 比較重要的就是90等20% 他會送一個罐子 每天可以開一個 成長藥水 成長藥水經驗加1000% 這很重要 會讓你的練等更快速 然後一天一個小時 讓你充等 好充等 那你這個一小時 就是把所有加經驗都灌下去 這樣效力會更好 然後再來 再來過來 比較有大的獎勵 就是91等 91等 會獲得緊急 屁股3加1從9走 會獲得一個不滅者的稱號 殲滅加2 然後會獲得一個死亡騎士 娃娃 還有一個神話技能的交換箱 這個神話技能呢 他可以選 第一經濟跟第二經濟 所以這個很重要 如果未來有可能開放第三經濟 我覺得這個箱子也有可能可以換 所以你拿到的時候不一定要先換 不一定要先換 所以升等 這麼多的好處 但是90等以後 就不好升 91等之後呢 我們再看最後一個吧 92等會送死亡騎士和圖龍者 送雙子 還有一個格蘭肯的飾品箱 那這個功能還沒有人知道 因為沒有人 還沒有人練到92等 所以 大概是這樣 我們再回到遊戲欄 然後再來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90等 大家都知道會拿到圖龍者 圖龍者 會有很多的卡詞 這非常重要 如果你本來沒有 沒有圖龍者的話 90等就會拿到圖龍者 甚至你本來有重複 本來就有圖龍者的話 你一定到90 有可能重複給合金 然後給各位看圖龍者的卡詞 相當的好 因為我有金變的話更好 基本上我如果得到圖龍者 我升90 會減免加1 然後剛剛說那個盾牌PVP加2 PVP減免加2 然後禁傷會再加2 下面還有個禁傷 後方加3 那這個因為沒有阿盾 所以魂抗沒有加 然後因為有金變 PVP減免加3 那這個沒有阿盾 所以沒有加命中 那因為我有這個多魯加 然後禁傷會加1 所以升級 整體來講 升90 是很好的提升阿 也不用 就是要耗費時間阿 你也可以不花金錢去練阿 像我在練的過程很少吃金眼 那有吃的話也頂多買那個150 我快升90的話 買這個150去升 所以其實升等級也是就是最大的提升 這也很重要 對打架的人來說也很重要 這個應該這個道理應該大家都知道 天堂M在等級上面 差一等就差很多 在PK上面 所以 等級在天堂M 的那個因素是很重要的 不光是你的裝備飾品 其實那些 然後等級也是相當的重要 所以不要忘了這一點 不要忘了這一點 好了今天就跟各位分享阿 就是這個 等級的重要性阿 等級的重要性 希望大家都可以練很快阿 然後其實我跟 最後再跟大家分享的一點就是 我的練功點其實沒有什麼 跟大家一樣 跟大家一樣 我 沒辦法 不會整天都掛跨幅阿 所以 基本上就是每個禮拜該掛的 每天該 每個禮拜該掛的 每天該做的掛來掛 這樣 慢慢的升等 沒有升的特別快 就是 比如說奧塔 就奧八奧九奧十吧 一旺就 可能高倫 埃斯卡 弱斯 一二船這樣 這樣子 這樣子升 基本上很少去信念掛了 信念幾乎是掛不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這邊了 祝大家都能升90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